近日,欧盟不顾中方和多个成员国以及欧洲企业的强烈反对 堪然对产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超过38%的反补贴水 对于欧盟一意孤行的贸易挑衅,中方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据财联社报道,中国商务部专家日前发出警告称 中欧之间贸易不平衡没有中美那么明显 中方最不缺的就是反制工具 欧盟最好三思而行 欧盟日前公布对华电动汽车征税决定 实施时间是7月开始 也就是说,中国留给欧盟回头的机会只有半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换句话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欧盟仍然执迷不悟 那么中方将采取对等甚至加倍的反制措施 让对方尝尝输华产品被加征高额关税的苦味 欧盟委员会那帮政客其实就是美国安插在欧盟的利益代言人 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最终受益的是美国 而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却需要欧盟各成员国去承担 而且这种代价来得比任何时候都快 商务部13日公布的消息显示将对中国产业界提出的对欧盟乳制品 猪肉双反调查请求依法展开调查 对此,有分析认为中方在以实际行动反击欧盟的挑衅 据路透社6月14日报道 对于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国来说 中国是一个宝贵且重要的猪肉出口市场 欧洲行业高管和分析师普遍认为 若中国限制从欧洲进口猪肉 欧洲猪肉行业将面临噩梦 报道援引官方数据称 2023年,中国进口了价值60亿美元的猪肉产品 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欧盟国家 数据显示 西班牙是中国最大的猪肉供应国 其次是巴西和美国 其他主要供应国包括法国、丹麦和荷兰 自德国2020年爆发猪瘟后 中国已终止从该国进口猪肉产品 中国从欧盟进口的猪肉产品中 包括猪耳朵、猪鼻子和猪脚等 在欧洲不受青睐的部位 分析人士说 向中国出口这些部位有助于提高整猪的价值 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宝贵且重要的市场 因此终止这些订单将导致欧洲猪肉行业 出现巨大业务损失 西班牙是全球向中国出口猪肉最多的国家 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约15亿美元的猪肉 西班牙工业和旅游大臣近日对记者说 若消息属实 势必会令猪肉行业蒙受损失 他认为中欧不应该陷入贸易战的漩涡 代表西班牙猪肉生产商的行业组织表示 我们希望中欧之间的关系永远是良好的 我们正努力确保这种良好关系继续下去 法国猪肉行业协会副主席梅耶称 该协会正在等待是否会启动调查 并直言没有中国市场企业很难生存 法国最大农民联盟主席卢索耶坦诚 我们感到担忧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分析师李子谦认为 中方将猪肉作为反制工具 可能也是避免波及德国 同时向其他欧盟国家施压的一种方式 他解释说 西班牙和法国是主要的猪肉供应国 都支持征收关税 但德国不愿打击中国电动汽车 在欧盟威胁要对华征收高额反补贴关税之后 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政府正在推动友好的解决方案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的主要汽车制造商 一直强烈反对欧盟的此项关税措施 担心所引发的报复措施 可能会损害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业务 德国经济部发言人表示 欧盟必须找到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解决方案 据报道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 他不会直接参与关税谈判 但会在与中方的会谈中争取更公平的贸易条件 此外 德国联邦数字化和交通部长维新 在接受德国每日竞贸采访时强调 没人希望与中国打贸易战 这对德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对欧盟也没有好处 对猪肉供应链而言 欧盟对华猪肉出口 全面暂停可能是一场噩梦 对整个欧盟都有影响 荷兰专家谢拉德表示 由于中国消费者青睐猪耳朵 猪鼻子和猪脚等砸碎肉 他怀疑欧盟国家未来是否可以为这些猪肉产品找到替代市场 经济学人援引专家的话说 如果中国寻求欧洲国家以外的替代供应 南美俄罗斯可能会受益 预计巴西会向中国加大猪肉出口 法国肉类分析师西米尔说 俄罗斯提高了猪肉和牛肉的产量 已经开始与中国签署食品安全协议 事实上 欧洲国家企业之所以要抵制欧盟 挑起对华贸易战 就是因为他们承受不起 来自一个工业和商业大国的反击 不久前 中方透出风声 考虑对美欧国家生产的装备 大排量发动机的汽车 加征25%的临时关税 显然就是在对欧盟敲响的警钟 目的就是希望欧盟能够悬崖勒马 以避免中欧一场贸易战的爆发 在欧委会宣布对华制裁后 挪威方面就立刻站出来撇清关系 称挪威不会加入欧盟对华实施关税的这一行列 因为这个决定了对于挪威政府而言 既是不合时宜的 也是不合心意的 也就是说 对华制裁的大棒 挪威不会跟着欧盟一起挥 挪威这个国家 一大特殊之处在于 它是全世界电动汽车采纳率最高的国家 致力于实现碳中和目标 而电动汽车就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 所以对其而言 若是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额外关税 就会增加本国消费者的购买成本 从而阻碍电动汽车在挪威的普及 给本国环境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大的障碍 此外 对华强硬的苦头 挪威此前已经吃过了 2010年 挪威曾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导致两国关系几乎停滞 中方也对挪威发起了合理反制 导致挪威对华出口量大幅下降 经济发展严重受阻 之后挪威方面用了六年时间 努力恢复和中国的关系 两国关系才算正常 所以 对华强硬的教训 挪威并不愿意吃第二次 然而 欧盟不顾中方的反复警告 汉染挑起对华贸易摩擦 那么中方就只能开启反挑衅工具 对付他们了 所以说 如果到了7月份的截止日期后 欧盟还不打算回头 那么美欧汽车在中国市场 将会被加征高额关税 与此同时 除了上述乳制品和猪肉外 欧洲国家的奢侈品 红酒以及其他产品 也将有可能无法避免受到波及 要知道 受冲突和对俄制裁等因素的影响 欧洲经济和工业产业双双遭受重创 在这样的情况下 欧盟还为了配合美国的反华战略 挑起对华贸易战 结果将会给欧洲经济和产业 带来进一步的打击 最重要的一点是 相比于中国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不同 中国对欧贸易存在的顺差并不算太多 让中国在反制欧盟方面不存在过多顾虑 几乎可以肯定过了7月份之后 如果欧盟真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 中方采取的反制措施将会是非常猛烈的 虽然欧盟方面表示 这一决定将为欧洲自身的发展带来好处 但是欧洲自家的各个企业都对此不太认可 甚至与汽车产业毫不相关的空客 都表示欧委会这一决定将为中欧贸易前景带来不利影响 日前 空客方面就表示 历年来中国对客机的进口需求 就是评分给空客和波音的 但是在今年中美关系紧张 且波音频出事故的大背景下 中国就少了波音飞机的订单 并倾向于大量购买空客 这对于空客来说原本是一个好消息 但如今 欧委会宣布对华制裁 将整个中欧的贸易氛围产生不利影响 当下空客和中国正在谈的100架宽体客机订单 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 对华制裁给欧洲带来的损失 将大于利益 所以商务部专家劝告欧方三思而行 就是考虑到欧方承受不起 对华贸易战的严重后果 希望欧盟成员国出面阻止布鲁塞尔 亲美政客的极端行径 以避免一场让美国渔翁得利的贸易战爆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